陪伴了六年 還是要再見了嗎 這是每個人都有的免費英雄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真的非常重要 體驗伺服器的凡恩 雖然多了全新的被動技能 幾滿四格有無限飛鏢 但是在體驗伺服器的強度 是T000000中的神角 在排位賽只要能BAN角 凡恩絕對上手BAN 而官方針對近期的新版凡恩 進行了兩波的削弱 第一個削弱呢 是讓他睽違陪伴他六年的一個 超重要的東西 走入歷史了 各位請你看我的傷害結構 我的數字怎麼現在怪怪的 等等會慢慢跟你介紹 如果你是最近才觀看我影片的朋友 凡恩多了一個全新的被動 就是擊滿四個州 可以丟出無限被動的飛鏢 而官方在上一次的調整呢 讓凡恩的大絕招傷害降低 丟出去的瞬間可以瞬間擊滿飛鏢 所以凡恩現在就是大絕招會戰 不管往前丟往後丟 不管有沒有命中目標 就是一直無限的普攻 一二技能狂按 對手就被秒殺 真的太強了 而官方 最近呢 為什麼要說這樣子調整凡恩 他是說凡恩 目前主流的魔法攻擊裝備的玩法 是使用技能作為爆發輸出 而且需要近戰貼身來秒殺對手 而且後期的輸出能力有點薄弱 不符合正常射手的體驗 這一次的調整呢 可以讓凡恩回到正常拉打走A的射手路線 圍繞普攻被動為核心輸出 在團戰中發揮射手的價值 這個意思就是官方要讓你玩一個射手的凡恩就對了 這一次的調整你可以看到喔 我前期的傷害已經削弱至少有7到13%喔 這次主要的調整就是凡恩的被動技能 主動技能 主動技能就是指他的123技能 由原本的魔法傷害全部變成了物理傷害喔 我知道新手玩家可能聽不懂 這削弱的意義變得多大喔 等等我會介紹一下 再來就是凡恩被動的藍彈 現在也變成了物理傷害 而二技能的暈眩原本是1秒鐘 現在變成0.75秒鐘 你知道我最近有什麼發現的嗎 最近我想要拍新版的凡恩的最強出裝 結果我在玩前幾場的時候發現 奇怪 我對上了小丑 怎麼變得非常的吃力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喔 仔細看了一下更新表 原來凡恩的技能全部都調整 我覺得最要命的地方 從這一場你可以看到我的輔助隊友 夸克前期去跑線 所以當我一個人面對射手跟輔助的時候 我的二技能的金標又變成0.75秒 這樣兌現起來就變得超級吃力 那我前面說的為什麼 傷害的結構從魔法傷害變成物理傷害 等於是一個大削弱呢 如果你有常常在看傳說對決面板的話 你會發現 不管是傳說對決的任何英雄前期的物理防禦 都比魔法防禦來高喔 就拿射手來講喔 射手英雄前期的物理防禦 比魔法防禦高的減免傷害 差不多是7到8%左右 那如果你是面對坦克型的英雄呢 哇 面對又更高喔 前期可能會有11%到13%的差距喔 坦克型的英雄前期物理防禦又更高喔 更重要的是為什麼這樣防恩前期變超級弱 雖然拉打的技能還是一樣變強 但是二技能的控場變少 再加上傷害變低 那很多坦克型的英雄第一件裝備 都出物理防禦極高的板甲喔 所以前期真的玩起來是有差 但是中期在裝備成型起來 玩起來又有點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新版的凡恩 我測試了一些裝備喔 最基本的射手裝備 就是攻速鞋 聖劍 颶風雙刀 可能接一個嗜血弓成型 再加上復活甲 我上一場測試了這個裝備 玩起來傷害真的不高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好奇怪 雖然凡恩的技能全部都改成物理傷害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嗜血弓開起來的時候 不管是一技能 二技能 甚至大絕招 還有你有普攻 不知道為什麼傷害都有點吸不起來喔 是不是因為官方之前有調整 只要傷害變成是範圍傷害 吸血率都變成只有50% 如果有知道的玩家再跟我分享一下 總之凡恩出嗜血弓 那個吸血的能力完全起不來 超級奇怪的 那我這一場出的出裝呢 是我認為目前凡恩調整成 物理系英雄最強的出裝 一開始就出雷電級 雷電級的傷害主要就是魔法傷害 再針對凡恩加前期攻速 讓你的被動技能 彈跳傷害直接起來喔 再來就是一把1700塊的撒旦之風 後期就是跟我之前出的凡恩 差不多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在後面第二間大裝 我塞了成星喔 因為凡恩為了保證後期有輸出 作為一個40%穿透物理傷害的裝備 這件裝備真的變得非常重要 那嗜血弓沒有辦法吸血 那只能用撒旦之風邊走邊A喔 那如果你沒有出撒旦之風 對面坦克只要出反彈甲 你就會直接被彈的不要不要 最後一件裝備為什麼會選擇寒冰法袍呢 因為目前體驗世界的寒冰法袍 我認為非常適合物理系的英雄 是因為寒冰法袍的被動技能 變成了0.3秒就能觸發一次 變成一個超強 只要是放技能都會超強的神裝 哇 後期的弗洛倫出這個 絕對超級可怕喔 當然如果你想要更多生存能力 出復活甲也是沒有問題 啊 這邊有失誤 剛剛應該瞬移追上去 把那個艾翠絲給秒殺了 好了 那我終於正式的回來日本喔 在上一次我講完 求業員故事之後呢 隔天跟我老婆去了迪士尼樂園 那2023年的迪士尼樂園 閉環的就是美女與野獸喔 迪士尼樂園真的是一個 很適合把直男掰位的地方 不論是適合求婚告白 你只要跟你女朋友去 你都會覺得天啊 你自己又回到了從前 就是裡面的 不管是裡面的員工或是什麼 而且你知道嗎 你只要小朋友扮成迪士尼的公主 裡面的員工都會直接叫你公主 或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大家都很融入其中 然後又遇上了日本的高中生 在那邊畢業旅行 大家就整個超嗨的喔 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去六福說玩咖啡杯 大家就是在那邊 呃呃呃呃 然後去迪士尼玩咖啡杯喔 就是那個杯面騎著咖啡杯 在你的裡面 大家整個嗨起來 整個是嗨爆 我以為我在夜店呢 原來我是在迪士尼玩咖啡杯喔 那我覺得最值得玩的 就是美女與野獸 那進去迪士尼呢 如果你台幣購是個台幣戰士 一定要把它快速通關買完 你知道美女與野獸 我跟我老婆排了多久嗎 2.5個小時 中午曬太陽排了2.5個小時 下午更慘 我排完出來的時候 美女與野獸要直接排3個小時喔 那這次我從日本回來 腳也斷掉了 我以為去迪士尼喔 當天走1萬2千步 已經是我在日本 當天的最高紀錄 後來又去澀谷新宿 一些地方逛街 我的天啊 一天都走2萬步 一回來我的腳 直接足底筋磨眼欸 整個是沒有辦法走路的狀態 我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喔 因為你知道自從當了YouTuber之後 幾乎每天都在家裡啊 每天的步行步數 應該沒有超過3千步喔 所以這次去日本 我真的覺得超級超級好玩 這是人的一生 你就算不喜歡迪士尼樂園裡面的 那些動畫卡通 你只要去一次 我保證你融入在現場 你就會整個 不知道 跟什麼樣直接嗨起來 有空一定真的要出國 開一開眼界喔 哇 一去迪士尼 你下次絕對還想要去 迪士尼真的是一個超神奇的地方 不論是從1歲到99歲 你進棺材之前 你只要進迪士尼 那個氣氛 那個氛圍 你感受到 整個就是非常開心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地方 真的太神奇了 除了裡面的員工 非常敬業之外呢 然後去結帳 裡面每個店員都是 永遠都是很開心 然後跟你很有禮貌的打招呼 就連我幫我老婆 買一個美女與野獸的一個娃娃 店員連放進去 都還會跟野獸打招呼 整個就是 啊 超級棒的一個地方 不說了 各位 有機會自己去體驗看看 就知道我說的這個地方 有多棒了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你對影片按下喜歡囉 掰掰囉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 哇 太感動了 一下子 有個予現人的